印光法师佳言录 印光法师座 王勇恭颂 赞净土超圣 净土法门这一教法真是博大精深啊 禅宗法门说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人们都以为很奇特 但是如果跟净土法门 视心做佛 视心是佛相比 还是逊色了一些 我们当下一念念佛 当下能念佛之心 即是佛心 那些经历三节修福会 百节修相好 经历五十三位次 圆满佛道的修行人 更应该尊养净土法门的超圣风格 净土法门普立众生各种根基 上至下于中见普通人 都可以念佛得利益 统设绿教禅宗 绿宗禅宗 天台华言等宗 统统寒设 最终都归向净土 比如吉时雨滋润万物 像大海容纳百川一样 偏远顿见 一切大成教法 无一不是从净土法门流现出来 大成小成全教实教 一切修行都回归到净土法门 没有断除烦恼祸业 就加入了补助菩萨的行列 就在这一生 圆成佛道 六凡四圣一切众生 离开了净土法门 向上修行 不能圆成佛道 十方诸佛 舍离净土法门 往下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说华言经中 像大海一样多的菩萨中 都遵循十大愿望 回向往生极乐 一成大法 法华经说 一成拿谋佛 皆共成佛道 都能证诸法实相 马明菩萨在大成起信论 当中开始说 如果想得到菩萨不退转 要成就佛道 阿弥陀佛念佛法门 是最殊胜 最方便的行持 龙树菩萨著作 《石柱皮婆沙论》 其中一品叫做 一行品 就阐明说 净土法门是非常容易 非常快速地成就佛道的 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 被称为东土小世家 称为世家牟尼佛的后身 他撰写了一部著作 叫《石一论》 破除种种对于求生西方 极乐净土的疑惑与误解 专闻引导众生归入净土法门 永明严寿大师 是阿弥陀佛视线 宋朝人 净土宗第六祖 诸有四料简 简洁明快地阐明了 有禅有净土 无禅有净土 有禅无净土 无禅无净土 这四种状况 说明禅和禁的功效利用上的差别 而劝导众生应当专修净土法门 同时 他也是以身试教终生念佛 求生净土 使生闻成 原觉成 菩萨成三成人 即生闻种性 原觉种性 菩萨种性 不定种性 无性 五种根性的人 汇合起来 一同正得 真如自性 成就佛道 引导上等圣人 下列凡夫 一切众生 共同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净土法门 如此的广大 书胜彻上 彻上 彻下 毫无遗漏 所以 除了佛法界之外的所有九界众生都归向极乐净土法门 十方诸佛都共同赞叹净土法门 世家谋尼佛在众多的经典当中都会一致宣扬阐明净土法门的教理教义 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众多的菩萨造种种论典共同宣扬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确实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所有教法当中达到顶点的 极畅佛怀的法门 是一成法 一佛成之法 是最无上的圆满大教 如果我们不是累劫以来深蒙诸佛菩萨的教化 累积善根得本的话 那么就算经历万劫千生也很难遇到这个法门 既然这么难得难遇 而我们今天听闻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典教理了 就应当勤恳修习 一佛陀所说的严教 严教中的义礼 以义礼而起行持 行持后所证的圣果 这四者是佛法的大纲宗旨 义佛念佛实在是得道的捷径 在过去随修一个法门 而教理行果四者都全体具备 现在如果舍弃净土法门 就不能得到果地上的证物 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的时代遥远了 人的根基陋列不堪 如果不依仗阿弥陀佛的愿力 绝对难以卸脱 而净土法门 普遍收射了上中下三种根基 高高超出 律教禅等宗派 实在是诸佛彻底的悲心 来显示众生奔据的佛性 汇聚声闻 圆觉菩萨三成圣人 定性声闻 圆觉菩萨性 不定性 五种性 这五种根性的众生 共同归于净土 导引上圣下凡 共同正入真常佛性 九法界众生离开净土法门 向上不能原成佛道 十方诸佛舍此净土法门 向下不能普利群生 所以往生前嫌 人人都去向净土 千经万论 处处都只归极乐 自从华严经最后 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之后 进十方世界海的诸大菩萨 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的 有本师世尊 在奇数级孤独猿演说 阿弥陀经以来 凡是西天东土的一切佛学著述 最后都结归到极乐联邦 古代的大德们曾经说过 人身难得 佛法兴盛之地难生 佛法难闻 生死难了 我们这些人 有幸得到人身 出生在佛法兴盛的地方 又听闻到佛法 而不幸的是 自己惭愧自己业障深重 没有力量断除剑丝祸 迅速地处理三界 辽脱生死罢了 然而又有幸听闻到 我佛如来彻底悲心 所说的大悲全巧 特别方便 使令悲剑下列的凡夫 待夜往生净土的法门 实在是无比的庆幸啊 如果不是无量劫来 深知善根 怎能一听到 如此不可思议的法门 顿时生起真实的信心 法院求生啊